接下来要介绍您这一家也是CP值超高的吃到饱料理 位于在台北中山北路上是一家港式料理的餐厅 老板结合了中式料理 推出了超过60道餐厅 像是一般餐厅里头光是单点就要再超过500块钱的烤鸭 还有一盘平均要200块钱的葱爆牛肉 四季肥肠等等的招牌菜 这里全部一个价格吃到饱 一个人不到500块钱的价格 客人直呼说真的太划算了 一字排开整桌满满的港式点心 还有中式料理菜色超丰富 无论是港式料理的经典款 烧麦 凤爪 叉烧酥 还有皮脆肉嫩的烤鸭 另外大火爆炒的中式料理 有葱爆牛肉 四季肥肠 还有香气十足的三菲中卷 这些平常单点都不便宜的美味料理 在这里港式外加中式超过60种选择 让你花不到500元就能通通吃到饱 就是它不会说一致份量很大盘 这样子的话可能可以吃到比较多样化的东西 因为其他港点的随便吃没多少东西就已经两千多块三千块了 这个就可以吃到饱 这感觉还蛮麻烦的这样 这家让客人直呼CP值超高的港式料理餐厅就位在台北的中山北路上 为了让客人品尝港式点心的同时还能吃到中菜料理 所以老板结合两种菜系 不只能单点还推出吃到饱的超值选择 我经常年轻人来吃就是吃两个人可以吃40到50道菜 如果用那个热炒100的来算他们就很难算 吃到赚到CP值最高的首推这个明炉烤鸭 双拼蜜汁叉烧 不仅鸭皮还保持了脆度 肉吃起来更是鲜嫩多汁 不会柴柴的 叉烧肉的口感扎实 咸中还带点甜味 让人吃完还想再来一盘 烧鸭跟叉烧就是甜度跟咸度适中 那烧鸭我觉得肉也不会说很柴 就口感非常好 叉烧就是甜甜的 然后味道很赞 港点烧辣吃到饱 中菜也更超值 扁拨率最高的就是这道 四季肥肠 肥肠要先用中药乳过 然后放麦芽糖 麦芽糖只要共鸵是 它的皮比较会脆 我先炸到肥肠有点颜色之后 再放四季豆下去炸 四季豆也不能炸得太干 炸得太干的话吃起来就是渣渣的 接着力气油锅 把肥肠四季豆和蒜头辣椒一起爆炒 最后再撒点红椒盐品味 以上桌就能先闻到浓浓的椒盐香 四季豆带点焦色 有干煸厚的香气 吃起来还饱有脆度 肥肠炸到酥酥脆脆 油脂也完全逼出 吃起来没有油耗味 而且越吃越酸脆哦 它炸得很脆 豆子很脆 不会说炸得过头 对啊 然后肥肠很嫩 最下饭的就是这道葱爆牛肉 好吃的秘诀就是牛肉要先过个热油 才能把肉汁锁住并保持嫩度 接着把青葱 洋葱 在锅里先爆出香气 简单调味后就能与牛肉完美融合 闪着bling bling油光的牛肉 吸附了青葱的香气 洋葱的甜味 吃起来滑嫩 不会太老 也不会过咸 还带点甜味 配着白饭吃最赞啦 另外餐厅单点价 起码200元起跳的绍兴醉鸡 在这里也能让你吃到过瘾 醉鸡很好吃 做得很嫩 而且味道都有入味到里面去 还不错 喜欢海鲜的就不能错过 这个在砂锅里 滋滋作响的三杯中卷 不但有Q弹的咬劲 变着九层塔的香气 吃起来相当的够味 最后还能来个 正殿招牌的茶烧酥 层层堆叠的酥皮 吃起来酥松香绵 还带着芝麻香 一拔开 立刻飘出了茶烧的香气 咸咸甜甜的滋味 为这一餐画下了完美的句点 很酥很香 很好 都有叉烧的味道 都很够味 不会很逼 不会 不会 还不错 打破港式饮茶 给人吃巧不吃饱 单价又高的刻板印象 老板结合中式料理 推出吃到饱的服务 让客人不用担心荷包不够 还能吃得美味又尽兴 紧张 你来吃到不喝吗 那天 小姐 你来吃到不住 如果你不住 我最爱吃到不住 你这一回路 你会吃到不住